區塊鏈高風險投資前要先做好研究 大家好,我是Wade 之前有介紹一款Arena of Warriors 項目方說因為熊市所以要延期了 我是不太了解情況 不過我已經被白嫖了 業配沒有付錢給我 但是其實在熊市中還是有許多GameFi可以玩 像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Mine's Conquest 征服礦山 如果曾經有玩過賽博之龍的人 這一款遊戲你一定也會很快就上手 他一樣採用了NFT直壓 也是利用8661的那一套公式 不過他的性質雖然差不多 項目方在他們的經濟模型做了很大的改變 最不懂的是他們總共會有三種代幣 CST、SST還有BFT 你在購買NFT的時候也會因為種族的不同 導致你花費的金額也是不同的 而且遊戲也增加了很多機制 來抑制通貨膨脹 其中還包含了國庫機制還有購買NFT稍微 如果今天幣價不太OK 項目方就會利用國庫的資金去回購代幣 這部影片只會稍微介紹一下遊戲的重點 目前項目方已經在遊戲內測了 如果之後未來開放內測 我將會另外拍一部影片介紹給大家看 然後也會詳細介紹一下回本週期 關於抽獎的辦法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我這部影片總共會抽出15個IDO白名單 5個NFT 另外還會抽出60U給我們的小紅貓夥伴 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幫我按讚訂閱 Let's go 首先我們來到遊戲的官網 目前遊戲的方向會是 內測 IDO 盲盒預售 往下滑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三種代幣的圖案 左邊是SST 靈魂石 中間是BFT 骨頭碎片 右邊是CSD 水晶沙 這三個代幣畫得非常帥 剛好也搭配了他們的名稱 最右邊的話是 治理代幣 左邊這兩個的話就是 紫代幣 會分別依照不同的種族來獲得 目前有三種不同的種族 有矮人 獸人 還有人類 之後還會另外新增三種 等一下在白皮書也可以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RAWMAP 因為我們算是最早接觸這一個遊戲 目前Q2的一些內容正在陸續的完成 接著我們來稍微看一下白皮書 我這邊的話講一下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NFT介紹 第二個是遊戲玩法 第三個是代幣的經濟模型 首先我先翻成中文 我剛剛有稍微提到NFT總共會有三大種族 有獸人 人類 還有矮人 這三種mint的價格也是不相同的 獸人的話會有100CSD加10BUSD CSD會有85%返還獎詞 18%會燒毀 2%會返還國庫 並且也會把BUSD返還國庫 這個國庫是為了未來可能有一些幣 會受到幣價的影響 會用來回購的 人類需要花費6000SST還有100CSD 那CSD的消耗都會是一樣的 SST會直接燒毀 矮人需要花費3000SST 3000BFT還有100CSD CSD的消耗也是一樣的 BFT還有SST也都會燒毀 未來還會有三個種族啊 分別是盜賊 暗夜精靈還有德魯伊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遊戲的玩法 遊戲的玩法總共有分為 日常挖礦 PVP還有PVE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一下日常挖礦 日常挖礦的話跟 BNX 賽博之龍玩法都是一樣的 最低打工每個區塊都是0.01個代幣 BNB券一天總共會有28800個區塊 那這個是怎麼算的呢 因為我們一天有 60x60x24 一天總共有86400秒 而他基本上3秒會出一個區塊 所以要再出於3 所以的話就是28800x0.01 那這一個分差代幣的話就是看你今天種族是哪一種 他就會給你分別對應的代幣 像例如我今天是一個獸人 然後兩等 然後也是利用86跟61這套公司下去算 獸人的話就會拿到這個SST 那如果你今天是人類就要去教會打工 你是拿到BFT 因為這樣就可以把幣區分開來 不會對同一個幣拋壓太大 也增加了他的玩法 像假如我今天看到SST的幣價超高 那基本上我一定會去mint獸人 然後開始賺這個SST 那如果今天相反的是BFT比較高 那我就會去mint人類 然後來賺這個BFT 關於PVP還有PVE 我下一部影片在一起看 接著看一下這個代幣模型 因為他代幣其實蠻多的有3個 看一下他這個圖真的是蠻好記的 像這個就是水晶沙 然後靈魂石 還有骨頭的碎片 CSD的話就是治理代幣 SST還有BFT就是遊戲的紙幣 通常都是挖來賣出賺錢的 BFT還會有另外一個功能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升級的NFT 絕對是要使用BFT 所以BFT的價值一定會比SST還高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CSD的主幣的分配 總供應量的話會有1億顆 75%會讓大家挖礦 6%是流動性 6%是IDEO的預售 一開始會解鎖40% 那之後每一個月就會慢慢解鎖20% 所以總共是4個月 你就可以把你的100%全部領完 團隊的話也會收到5% 不過他們是每6個月解鎖一次 3%的話會放在國庫 3%用來營銷 2%顧問 也是一開始會先解鎖25% 之後每月解鎖15% 所以顧問的話6個月才能全部領完 目前這種性質的遊戲 基本上都只有單代幣模型 並且沒有一些消耗機制 所以才會導致遊戲後期一定會死亡螺旋 不過這一款遊戲多了許多消耗機制 而且又會因為種族獲得的代幣也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他們後期到底是會怎樣的走向 畢竟現在BNX還是活著的狀態 他們也是原本已經快要死亡 然後另外再創出一個水晶幣 有在看我們影片的觀眾應該都知道投況的重要性 只要項目方不跑路 並且有推廣成功 基本上你抽到IDEO 應該是穩賺不賠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